寿风乡老人会109年重阳敬老活动 邀请到寿风长者和三对钻石婚 五对金婚的抗力到场来接受乡民的表扬 以展现长者的智慧之美 提供给年轻一辈和后进学习夫妻的相处之道 让生命是更有成就在 甜蜜的约定 八对结婚超过五十六十年以上的夫妻 能够携手包容走过婚姻的每一个过程 寿风老人会在重阳敬老活动当天 邀请了这些夫妻来受奖 寿风乡民众服务社表扬这些 结婚超过一甲子的钻石 金婚抗力 以最尊敬及欢喜的心为他们祝福 久久重阳节的庆祝大会 非常的温馨也非常的热闹 呼吸能够携手走过五六十年 维持非常的不容易 要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照顾 五六十年中间 他们互相照顾才有今天 所以特别要来祝福 这个金婚以及 钻石婚的这些长辈 祝他们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快乐 也借着久久重阳节 也特别要恭贺我们所有的长辈 能够在久久重阳节 嘉节愉快 其中又一对金婚夫妻 早期是随着台湾农耕队 在国外服务超过三十年 走过六大国家 生活环境虽然落后 但还是依然彼此守候 走过每一个年头 现在让他们回想起来满是滋味 我的青春都卖给国家了 她老婆会跟你去 没有她在非洲去也不是办法 因为那个鸟不圣诞 那个黑黑的 教育什么 但是我们到了中美洲 我们才把两个小孩带去 中美洲我也住了二十六年 都讲西班牙的 中美洲了 最后才回来台湾 因为我们的年纪大了 台湾比较安全 中美洲六个国家 我们都台湾了 萨尔瓦都尼加拉瓜 宝都拉是 古斯塔利卡 巴拉麦 巴拉麦不错 六个国家都是台湾 台湾啦 前前后几年 三十年 前前后 差不多从非洲山到退去 差不多四十年 哇哇哇 所以我就跟你讲 我们的青春 都给国家了 收封箱老人会 每年在重阳节这一天 都会举办钻石婚 禁婚夫妻的表扬活动 希望借由这几对 令人呈现的夫妻 了解他们的相处之道 让年轻人得以借尽 学习 让家庭可以更和睦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